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辩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拼经济反网报》 好,这次我们就讲一下两个国家 这两个国家亦是在拉丁美洲 当然拉丁美洲以前被称为美国人的后花园 但现在时势亦 不可以再这样说 这两个国家都挺特殊 之前亦是曾经因为美国 而断绝关系 这两个国家就是 Colombia 和Risina 就是委内瑞拉 很过瘾 我做他们的图的时候 看看 为什么两个国家的国旗 那么近似 因为他们曾经也是一个国家 没错 没错 但是后来 就这样分开了 其实因为他们位于 同一个革命的时候 大家 一起 同金共辅 之后有机会再介绍一下 因为这两个国家我妈都比较熟悉 亦都是很多故事听 由于哥伦比亚跟着美国的脚步 支持 乖伊多 我们有节节目都说过 乖伊多 是谁 佩洛西忘记了 但是之前 佩洛西就是美国 农院议长 他就说 我们永远支持乖伊多 永远支持 结果就忘记了 委内瑞拉 就是因为 被哥伦比亚 要支持美国 所以 被哥伦比亚 跟他19年的时候 断绝外交关系 两个国家的使馆 无论是领事馆还是大使馆 都全部关闭了 双边的贸易 亦都没有了 但是 三年之后 随着哥伦比亚 新的政府上台 这个政府 就没有以前 跟随美国 亦都相对有自己独立的 政策 所以两个国家 有了新的转机 委内瑞拉 国家电视台就说 已经和哥伦比亚 的官员 是有新的 协议出来 原来他们 昨天就发了联合声明 就说 在哥伦比亚 当选总统佩特罗 8月7日正式上任之后 两个国家 会重新有 外交关系 重新派遣大使 和领事官员 逐渐这样实现 外交恢复正常化 佩特罗 提名的 哥伦比亚 后任外交部长 当然 我们看到 就是 叫做 来瓦 就是 去了 访问 委内瑞拉边境城市 圣克鲁斯托 瓦尔 和委内瑞拉外交部长 法里亚 举行回伍 内瓦 在会后 宣读了 双方的联合声明 两个国家 外长表示 愿意从 8月7日起 推动一项 工作 议程 通过任命大使 和其他外交领事 官员 逐步实现两个国家 重回正常化 他也说 双方同意 审议两个国家关切的问题 从巩固友谊 和合作关系 都会认真去再审视 并且努力确保边境安全 还有和平 法里亚也强调 在佩特罗这位后任总统 上任之后 双方的措施就会立即生效 大家都已经同意了 只要那个时刻到来 就立即会派遣大使过去 所有的团队 都应该恢复在委内瑞拉 和哥伦比亚领事馆 的工作 双方 也讨论了 逐步开放边境 和在贸易平衡方面的合作 和 在 一个基础就是 尊重 互相尊重基础上 恢复关系 大家会一起努力 委内瑞拉国家通讯社 也说 这份声明 是联合声明 受到南美独立运动领袖 Folibar 波利亚尔 因为其实这个就是 在南美洲 搞了很多场运动 受到他激励 双方 当然 走了很久 双方 签署声明 基于团结两国 人民 兄弟的情意 互保 和合作框架 委内瑞拉总统 马杜罗也呼吁 两个国家 向合作关系新阶段迈进 2019年的时候 当然 委内瑞拉反对派 成员 被培洛西吾 遗忘了 乖伊多 自封为临时大总统 获得美国支持 你不要说六十多个 美国的所谓盟友支持他 哥伦比亚等等 国家的政府 都承认了他 这就导致 委内瑞拉 和哥伦比亚两个国家的关系 跌到冰点 马杜罗即刻宣布和美国断交 亦都宣布关闭和哥伦比亚的边境 亦都与哥伦比亚断交 就防止美国援助的物资 经过哥伦比亚边境进入委内瑞拉帮 帮这个乖伊多 后来 去年十月 边境限制 部分解除 但是只允许行人 通过 双边贸易依然是阻隔着 两个国家的空中交通 和领事服务 是没有恢复的 当时 不过 随着这位新的左翼总统 佩特罗 亦是前游击队的成员 他在今年哥伦比亚 总统大选当中获胜 所以 哥伟两个国家 幸好不是倒转毒 倒转毒是叫伟哥 是的 哥伟两个国家 亦都迎来了新的转机 所以 佩特罗亦都承诺 作为重建 和委内瑞拉外加关系的一部分 所以会重新开放边境 这个佩特罗亦是哥伦比亚历史上第一位左翼总统 在左翼历史性胜利当中 他曾经是首都市长 当然是以百分之五十一对百分之四十七赢了这次选举 其他票 就是其他候选人 战胜了右翼的候选人 Alandes 即是艾尔兰德斯 赢得了6月19日的大选 凭着这场胜利 在80年代 属于左翼判乱 即他本来是叛乱分子 现在就名正言顺 成为了哥伦比亚历史上第一位左翼总统 虽然 是的 虽然 左翼政府在拉丁美洲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 但哥伦比亚一直都是例外 哥伦比亚历史上一直都是中间偏有的政府执政 亦都是巩固了哥伦比亚作为美国主要盟友的地位原因 但现在一切都变了 佩特罗提出一项左翼政治计划 为哥伦比亚内外政策的 切实转变 开辟了道路 其中向清洁能源过渡就是支柱之一 他承诺不再对石油 是 嵌探斑发生的许可症 其实哥伦比亚是惹很多油的 近位置 其实他产是惹很多油的 取消对石油和 抗业投资人士的优惠政策 他的计划也包括一些改革 还有 财富重新分配 以及国家在卫生教育 社会方面更加大的作用 就为了填补社会的不公 虽然这个国家在过去20年 实现了相对较强劲的经济增长 并且成为拉丁美洲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地之一 但是 接近一半人口 仍然贫困当中 贫富如增 其实跟很多拉丁美洲国家一样 没有办法获得良好的教育 和健康水平的护理 都是一半半 所以 困难相当大 佩德洛 中盛洛 对 最富有的4000个家庭 增加税收 只有5%的人口 对 个人收入纳税 对他作为原来他们 是低的 所以有钱的家庭率更加 现在他应该是有钱的加多 对于公司利润 征税 是需要 资助最贫困人口的 社会支出 他宣布 承诺加快执行哥伦比亚政府 和 反叛革命武装力量 在2016年签署的和平协议 结束这场 双方50年的战争 我们之前说过 昨天汪祖说的 一换二计划 美国要将 布特这位 军备商人 换两位美国公民 一位就是 WNBA的 女子篮球员 另一位就是 前军人 美国 其实布特 攻的武器就是 攻给哥伦比亚 反 政府的革命力量 即是大客人 因为他们 很多胡椒粉生意 但是 佩德罗 是以 微弱优势 战胜对方 亦证明了 高伦比亚 都是两极化的 高伦比亚 国民 议会在 政治力量之间分裂 对于总统提出的 要求有很多挑战 佩德罗 的 联盟叫做 历史公约 仅仅占 国会议席的 23% 全部日益政党 就是60% 不过他们 没有合在一起 所以 向清洁能源卖进的政策 可能成为民选总统和右翼 政党 和 大投资者 石油公司 的主要争论 尤其 是石油出口 提供了关键的 财政收入 投资 和就业机会 因为 石油出口 就占 哥伦比亚出口额的 有40%以上 所以 这件事 当然是大家担心的 也是担心的 另外 2021年 石油 占纳税收入的 20% 占 国内 生产总值 12% 总的来说 国会不太可能 完全支持佩特罗的政策 我也知道 谁可以完全改变一个国家 就算你成为总统又如何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有制爪的 是 所以新总统 应该会在一些提案当中让步 你不让步他也逼你让步 华盛顿 又觉得如何 其实华盛顿 这位总统可能 都会和 之前那些不同 华盛顿认为哥伦比亚 是 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最重要的战略伙伴 自从2000年以来 美国就向波哥大 即是哥伦比亚的首都 提供了 超过130亿美金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在2017年 哥伦比亚成为第一个获得北约 全球伙伴地位的南美洲国家 去年3月 美国宣布哥伦比亚 成为主意的非 北约有这个台湾地区想争取 但暂时争取不了 经济方面 2012年 华盛顿和波哥大 是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 带动了两个国家的贸易 抗大 美国成为哥伦比亚第一大的贸易伙伴 这是正常的 所以 佩特罗的性命力 亦意味着 华盛顿和哥伦比亚的牢固关系 会受到巨大考验 虽然华盛顿在过去20年一直是 支持 反叛乱 和 禁止胡椒粉 但是新总统 他也说过 要评估和华盛顿的合作 并且呼吁重新谈判自由贸易协议的 部分内容 要支持当地的农民和工业 另外 转向清洁能源的政策 将会对在哥伦比亚 能源领域发挥关键作用的美国石油公司 产生负面影响 最后佩特罗 当然 他们不愿意看到的美国 就是 和马杜罗恢复正常关系 可惜 现在不愿意看到 却是现实 前政府 特朗普政府 当然是 因为他也是支持 关于多 所以 就叫哥伦比亚要跟机 哥伦比亚也有跟 令到 他们断绝了关系 哥伦比亚和 委内瑞拉断绝关系 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他获胜后的就职演说当中 其实 佩特罗 没有发表任何 表示他 对美国 採取敌对态度的言论 其实我觉得他就会走中间 敌对也对他没有好处 但是 他也要跟委内瑞拉断绝关系 因为他就是邻国 而且 两个国家的历史淵源太深了 是 银于长期的经济和安全伙伴关系 以及这个国家对美国私营部门的 这个 这个 这个需要 就是资金流动 资金流 应该叫做 所以 普遍 会不会是重新推翻 推翻了整个 美国的关系 我觉得就不会 应该不会 华盛顿 很可能对新总统 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 因为美国 国务卿布林肯 也表示 和新的左翼总统 其实有很多共识 当然 即使此时此刻 和委内瑞拉 恢复关系 美国也没有觉得很生气 但是 有点不疑 我相信 他官方就不会说 是媒体出来发沉闷声 一些趁民主党的媒体 可能会说 老战争也激发了美国 自己 都要修复 和委内瑞拉的关系 拿石油 华盛顿更加 和马杜罗的政权 进行了 直接交谈 以前就想推翻 乖以多罪 其实乖以多罪也挺悲情 我觉得 起码他 人家觉得他曾经做的总统结果 现在什么都不是 还被佩洛西遗亡了 算是这样 更加悲惨的情况 命都没有 其实这个马杜罗 你说怎样也好 没有要他命 真心地说没有 他现在 还是有官职的 会不会是更加悲惨 做个大总统 留他在这儿献世 做个临时大总统 不过是 自称 也不可以说自称 有些西方国家都承认 华盛顿 和马杜罗的直接 会谈 其实 也都变相地说了 哥罗比亚和 委内瑞拉夫妇关系又如何 美国也要自己和委内瑞拉谈 是不是 当然 有人就说 因为以前亚根廷都曾经走过 这个 叫做很左的路线 后来 当然 南美洲国家有些 走过很左的路线 也没有什么好结果 但是 这些那么激进的左翼路线 似乎 在这位 佩特罗 后任总统身上 就看不到 可能学正了 因为我迫我妈去看一些南美媒体 其实她就说 现在这个佩特罗算是 在左翼来说 更加左的 我妈也见过一些很左的 有些叫口号那些 但是 这个 亦都被 南美洲媒体称为 新拉丁美洲左翼 即是不再 走得太民粹了 以前真的有些走得很民粹 老实说 我也说一个现实 大家知道 捷古华拉 在古巴搞革命 是 这个我妈说的 其实年轻一代很恨捷古华拉 为什么 觉得她搞得这个国家这样 曾经 有一个教钢琴的人士 跟我妈说 捷古华拉 藏的地方 好像叫 圣克拉哈 圣克拉哈 好像叫做 其实当地的年轻人 相当讨厌它 当地人就觉得 其实古巴这个国家 是不断地 双坏 当然 现在就好感 南美洲很多国家曾经风光过 包括 委内瑞拉 和 哥伦比亚 因为之前 他们自然相当地丰富 多得你害怕 还有秘鲁也是 阿根廷更加可悲 曾经是世界 GDP排第五的国家 现在 阿根廷批索 跌到 狗 这个新拉丁美洲左翼 其实已经不同了 没有以前 说得很厉害的 摆脱 摆脱现实不会的 其实这个人也是聪明人 你想想 哥伦比亚在右翼统治之下 都选到他 其实他是吸了一些中间选票 佩德罗的胜利是因为南美洲新冠大流行 之后大家对政治和社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新冠大力打击了当地的经济 导致在 哥伦比亚有1200万人口 离开了中产阶级 所以整个 南美大陆的选民都在惩罚政府 而赢家就是左翼 在秘鲁 马克思主义教师 卡斯特罗 即是卡斯特罗 卡斯特罗 有些叫卡斯楚 卡斯楚是台湾佬 去年 就是当选总统 另外 曾经 是搞过社运的 36岁 前学生领袖 迫李琪就赢得了 智利 智利 是这个地区 自由市场典范 其实智利的GDP是应该 没有记错的话 不是他第一 就是这个 乌拉圭是最好的 没有记错的话 当然智利的 鱼产 鱼业 还有葡萄酒 还有就是 尿芬 着屎 就是销石 我们中山人 叫做 之前的 先文就去智利 和秘鲁 是开采销石 即是鸟训 其实我的 妈妈那边就是做这些 所以为什么秘鲁有这么深的关系呢 后来才去了澳洲 那时候就赚到多少钱 现在就不行了 因为不用这些 所以看到 哥伦比亚就是继续这些国家之后 就转向国家 下一个国家 可能就是 博尔索纳罗 现在还是总统的 巴西 巴西 努拉 即是前总统 可能有机会回来 因为博尔索纳罗 做得太糟糕了 10月份的时候 巴西 就会有总统大选 说他 都会 努拉重新上台 如果这样来说 整个拉丁美洲 包括 麦西哥和阿根廷 都是由左翼的 领导人 领导国家 但是 这些左翼 人士同意潜同 嗯 你记住 现在的 当然阿根廷 现在的左翼 跟以前那些 当然不跟以前 真是很左 所以 是要改变 他们都知道 必须要改变 如果你还行民粹主义 当然有个地方 委内瑞 依然是很民粹的 依然是很民粹的 看看他能不能 走出来 是 没错 后来 怎样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 现在 拉丁美洲 不会像以前 什么都听美国说 否则 就比较糟糕 就比较糟糕 现在要有一条独立的路线 才是可以 是有barketing power 如果你什么都跟随 就应该是 比较 大事 比较糟糕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